电小卫制片 他们能有生意吗 居酒屋居然也开在菜场里面 吃了20多年了 他只要拿了我们真的要拿了 开了38年 我老婆之前吃大肚子的时候 还特地过来吃的 就很薄的一盒 然后放嘴里就是小薯片 所以放在嘴里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这些是带子 那是真的很大 真才是两个 看是上了少嘴 是用条根再吃 搭配这款台湾习惯用的公元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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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在这里的地方隐藏的一些低调小店 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那今天在节目里呢 我们就把它们给找出来 这些小店啊 有的最小的只有10平方 大的也不超过50平方 而且呢 有的一火就火了个二三十年 也有的经过多次搬迁 但时刻们依然跟随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小店 在永远撒饿 明当今呢 说到菜场美食呢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像这样的外卖熟食窗口 又或者是像这样的小吃早餐 但是你能想到吗 像这样的一家居酒屋 居然也开在菜场里面 这位选址奇才就是东民铁板烧的老板 老板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想到把居酒屋开在菜场里面 外面的位置啊 很难找找不到 我就开菜场里边 偏是肯定偏了一点 但是我的手艺 我肯定相信自己我能做出来呀 确实啊 看到外面已经做满了 对的 我过去是放在朝阳的 回来到八成 我做了三十年了 过去放小摊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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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们家的食材老板还有一个原则 选大的选好的 但价格不会因此飙升 他们家的袋子都很厚 而且都很大 价格也便宜 就是这样子的 吃得出来新鲜价格又便宜 对 是的 你觉得老板很良心是吗 对的 是的 试试看一下 这就是袋子 对啊 那是真的很大 看 真材质料 对的 当然 选财良心 注重卫生 那都是加分项 味道才是在烧烤界站稳脚跟的资本 我一个上次叫我们拉麦好比较 可不可以吗 你跟他打黑你好像没吃得贵 它是本帕的和人家真的不一样 一生之外是香味之菊 就跟老沙都打黑你吃了 吃完了以后就一直想要过来吃的 就是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我的本帮烧烤呢 每样东西用的料不同 比如猪腕牛 羊它不是一个味 对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用什么料 他们家的调料共有九种 都是老板自己炒自己熬的 牛妈必须把好胡椒 白胡椒放在茄子上面 蒜泥酱呢 用上海人呢 就成了蒜呢 它吃不惯的 对的 对的 你必须把它蒜呢 降低到70% 因为这个是生的蒜 放奶粉 黄油 把这个蒜味降低 肉末粉丝大茄子 光调料就有四种 面食和点心则是搭配老板特调的奶粉白糖 酥菜呢 搭配的是特别炒制的椒盐 招牌牛肉串的辣椒粉 更是晒干炒之后细心研磨的 来 吃一下啊 它酱好好吃啊 它蒜不是把蒜的秤味去掉了 留下蒜香味吗 但是它这个辣椒 它其实也是大部分辣味去熟了 辣椒的香味还在 对啊 这个炒的要熬出来 要熬出来 所以才会这么香 对不对 对啊 熬出来最会香 这个酱绝对是他们家这个灵魂啊 东明铁板烧 高风期最长排队时间两小时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乍普路 要知道这条路呢 可是上海最早的美食街之一哦 这条路的全盛时期呢 是在上次级90年代的中期 这边全部都是小摊小贩 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家店呢 最早是这边的小摊小贩 后来到了沿街的这个门面 后来又精力拆切 再后来到了现在不太容易被大家 发现的美食广场的内部 二十多年了 他们一直在乍普路上 这家阿杰排骨年糕 现在位于乍普路341号的美食广场内部 美食广场虽然还是沿街的 但是广场内部的选择太多了 往往会被第一次来的人所忽略 但是老食客们 还是能够凭借他们的经验照来 这么多年认准了阿杰的味道 我是喊她阿杰的 我这个阿杰喊了十年 舍不你 看到阿杰 感觉来到这里吃饭有家的味道 小杨很小 就都挺脆的 然后它的酱条都到位 不是太甜也不太酸 它们的排骨年糕比较有嚼劲 你知道我吃什么东西 真的吗 真的真的 那我问一下 阿杰 她喜欢吃什么 白骨年糕 鸡鸡 看来真不是夸大其词 阿杰自己也说了 只要来过几次 她自己就会留意食客们常点的东西 对了 大家可不要被她家的店名所局限了 他们家的老上海排骨年糕 确实不错 排骨外脆里嫩 年糕软糯弹牙 但让他们家大火的 是食客们取名的炸骨露双绝 鸡皮脆脆的挺香的 就很薄的一层 然后放嘴里就是像水片很脆 很香 那这个酱爆蛋怎么样 迷你型虎鼻蛋 炸完之后 放进了那个酱料之后 蜜汁的酱料全部都收到这个蛋里面 很香 然后就是刚好你放在嘴里 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食客们的形容真的让我感觉 现在拍的不是小吃 而是创意料理呀 但阿姐说了 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吃罢了 但想做的好吃 确实是要花时间花心思的 对 10斤 至少要洗3个钟的 10 10斤 对啊 因为少了不够嘛 够了不够嘛 少了不够 油 还有淋巴 都要撕干净对不对 对 都要拆 因为一直没有油了 我来说炸了车 然后油帮淋巴 然后把它也多 然后炸了车 一天就要花三个小时 再洗鸡皮上的话 真的好辛苦啊 对 所以刚从开门一直到 那个是没顶了 对 阿姐家的炸物 都是买新鲜的食材回来 自己处理 然后直接炸 从不腌制 调味仅靠自己熬的 蜜质酱汁 最大限度的保留食材 本身的香味 而且阿姐用料从不手软 都是不计个数的 往签子上穿 阿姐说了 来她家就得吃的满满足足的 食客们吃的开心 她就浑身充满了劲 阿姐那是二十多年来 都是您一个人在做是吗 是吧 夫妻两个 我感觉就是这样 天天这样做蛮开心的 因为这些老师课嘛 就是跟着 就是你换一个地方 她就会追到一个地方 就会跟着你在一个地方去吃 来阿姐 接下来的这家弄烫粉丝汤呢 已经开了二十几年了 而在前面的十几年中啊 她们家连个招牌都没有 而你想去她们家吃粉丝汤呢 你还得排队取号 也因为生意非常的火爆啊 她们家呢也是开启了分店 之前我们节目的特派员小倩去品尝的时候啊 她也直呼哇真的很好吃 食材非常多 汤头非常鲜 而且呢粉丝也很弹 她说呀 这是她吃过最好吃的粉丝汤了 她们家一碗油豆腐粉丝汤呢 是卖十六块钱 李香呢 有的两个生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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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米进生云 另外呢还会有一些像虾皮 豆皮 油豆腐等等配料 那如果你觉得配料还不够多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在家的 一份呢基本上也就两块钱左右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呢 是一家叫做外国人排档的夜宵店 那我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就在想 它到底是外国人开的店呢 还是外国人晚上也喜欢来吃大排档呢 不过这个地方真的是蛮偏的 在这里开店能尝久吗 亮亮 你可别小瞧了这家外国人排档 它呢确实很偏 即使最近的地铁站走过来 也要走个十几分钟 但是你知道吗 它可是火了三十八年哦 现在是下午的四眼多 他们店刚开完 就已经有一桌客人了 看看到饭点的时候 人有多多 来会一会外国人 老板你好 你好你好 你看你们的店名叫外国人排档 对不对 所以您是外国人是混血吗 是您开的吗 我不是混血 是那个这个店的大厨 他那个绰号人家像他外国人 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 他长得像外国人 对 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前前后后 已经三十八年了 我们在店里等了一会儿后 就陆陆续续的有时刻进来了 到了饭点更是全部做满 大厨在后面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所以我们只能见缝插针 还好大厨也体谅我们 停了一会儿 你看虽然戴着口罩 但从他高挺的鼻梁可以看得出 和外国人还真有几分相似呢 今年六十八岁 六十八岁 快七十岁的高龄了 对 那是什么就是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我喜欢这个 我的爱好这个 喜欢烧菜 我们小时候帮妈妈学烧的菜 围着妈妈的灶台 看到烧菜 后来就妈妈妈就喜欢这一行 我们这个小饭店 在这里名气很选择 有个很美的肉口 在这里吃饭 你吃不腻吗 你把我来来呀 对吧 推荐了 推荐后来就一直来 一发不可收拾 老板说 这个位置让我 都吃好了这个马来吃的 从小长大的 吃了上海人的口味 有好舒服家的感觉 你们一共多少个人 一共六七个了 这么多人其实的话 大概三百三四百块 他基本上没有涨过价 会儿子 最后心惨就会拍了 比较好 一 deste 会儿 不舒服 好 我��들 一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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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